电视剧《青春痘》18号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导演赵宝刚携主演郑爽 盖月希等出席 睽違电视荧幕三年 此番金牌导演赵宝刚将目光聚焦青年人的成长与蜕变 却了解《青春痘》讲述了郑爽饰演的《象征》 盖月希饰演的《前辈辈》等 从大学跨入社会后 在六年的青春跨度中直面自己 与自己斗 人生斗的过程的故事 只不过在那个短暖的这个七八年里面 你还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去谈恋爱 你不谈恋爱不行啊 因为它是最美好的时候